大家好,欢迎走进疯子说体育之期呢,我们来聊一下中国女足的主教练水庆霞 水庆霞知道千不干万不干,把房子的事情说出来 渴望在上海得到一个100平米的房子,这个心情我们大家都很理解 但是通过央视新闻的采访报道出来,就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女足呢,这次拿到亚洲杯冠军,这个成绩非常棒 基本上所有的队员所在的省市、地市都给了相应的奖励 作为以水庆霞为核心的教练组,也获得了绝对丰厚的报酬 这些都无可厚非,我们都可以理解 但是呢,所有的这些钱不是白来的 我们不想把女足和金钱混为一谈 这是对女足姑娘们的不尊敬 水庆霞知道,提出房子的梦想 在这么官方的场合,真是惊掉了很多人的下巴 相关单位直接赠送100平米的房子,没有任何问题 200平米都有可能,甚至别墅都有可能 也相信很快就会有人这么做 但是呢,水庆霞知道能够接受吗 他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难题 不接受,面子上挂不下去 接受,可能又会有其他的声音出来 总之,水庆霞知道,这一次真的把自己推上了风口浪尖 其实随着国家越来越重视女足 女足球员和教练员的待遇也在不断提高 买房子对他们来说在未来也不是什么难事 但是在现在,我们希望中国女足能够保证 对这项用动的热爱,至于物质方面的东西 一切随到渠成,不要去强求就行了 大家是怎么看待水庆霞指导 在采访中提到房子这个事 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 好了,本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